嗨 我是張君寧 恐懼感我應該是在 29到30的時候有一次非常嚴重的焦慮 那個時候的狀態是剛寫完論文 中間停了一年沒拍戲 我覺得到了30歲以後的女演員就死定了 應該就沒有人要看我們演戲 所以那時候有非常嚴重的焦慮感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的狀態是 譬如我跟朋友約碰面 大家在聊天 但其實聊什麼我根本不是那麼專心的 我會一直覺得很空虛 然後很害怕 但你不知道在害怕什麼 然後會輕微產生一點小惡名 然後覺得就是 你說呼吸很快嗎 不是實質上的呼吸很快 但是是心理上的感覺 你想要我會心悸 對就是會覺得好像坐在這裡 跟朋友相處的時候我也不在當下 那我在慌什麼 就是感覺我好像找了朋友來聊天 因為是彌補自己的害怕感 但其實那個害怕一直都在 對 然後後來我是去 剛好30歲那個世界展望會 帶我去看我第一個自助的小朋友 然後遇到他的那一天 我才又重新想我到底 現在在做的工作是為了什麼 真的是為了知名度嗎 是為了我所謂的接不到好的案子嗎 沒有好的發展嗎 還是因為我從表演身上 重新找到了自己 跟認識自己 然後包括表演在實質上 帶給我可以做公益的力量 那還有包括那一次我去了蒙古 應該就是因為整個那種草地一望無際 你就會覺得世界其實很大 我們人在裡面是如此的渺小 那更不用說我現在在擔心年齡的問題 是如此的不重要 那回歸到剛才 如果我想做的事情跟年齡無關 我為什麼要懼怕現在我擔心的年齡 所帶來的問題 而且它還沒有發生 所以那一次之後 其實當我過了30 我反而覺得海闊天空 我30歲之後是非常的自在跟從容的 跟我20歲的很多的緊張感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覺得想通了 到底自己做的一件事情是為什麼 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那這件事情如果它可以影響的是我一輩子 還有我喜歡在做的事情其實跟 就是會讓我開心的 那就不需要被我的恐懼給影響 還有一次是我後來15年去的一個跟別人去冒險 每一次都到它那種譬如說越過瀑布啊跳什麼的 我記得有一次是我們要跳到一個山谷裡面 321要下去之前我真的很緊張 就是腎上腺素飆高 心跳一百倍這樣 但等到跳下去之後 我突然有一個感受是 周邊的環境好漂亮 然後我開始享受那個下墜的快感 在那一次的經驗之後我就明白了 其實每一次會讓我們最害怕的其實是321 是事情沒發生之前對未知的恐懼 然後那些東西很多是自己給的 你只要相信我們有能力去面對我們 遇到的所有事情 處理它 享受它 並且感受它的時候 其實前面的321你可以忽略的 它讓我在以後做所有的事情 在做決策害怕的時候我都會想到這件事情 現在我在害怕的是 因為我不知道選擇下去會發生什麼事 但如果我可以相信我一定會看到很好的風景 不管我做了哪一個選擇 只要我人在當下 我用很好的心態去感受它 我一定不會那麼害怕 就是會看到事情發生好的事情 所以覺得這兩件事情都是給了我 對恐懼的一個很好的治療 我不敢說我現在不會恐懼 所以我一樣對很多事還是恐懼 但我盡量縮短它 但是我覺得其實也是一個好事 它讓我們把很多身邊的事情停下來 想一想我們到底在怕什麼 希望這麼說可以幫助你 今天解決你今天晚上在擔心害怕的事情 Good night 晚安